Hello 大家好 我是C股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点看 今天是星期日 讲一些比较轻松的娱乐话题 和大家讲一下谭玉英 大概在一个月之前 谭玉英由于不见了她把绿邮卡被网民 撿到放上网 再次掀起了网上热话 凭借着这股热话的热度 近日有媒体再去采访谭玉英 谭玉英亦说了很多东西 例如说小部分的收入问题 接着在感情问题上 她都盖探自己不是一个好的女朋友 另外她也有提及 去到新一代现在的小朋友 都已经有人不知道哪一个是谭玉英 这一样东西也令到她有点感慨 还有谭玉英过往的人生 即是她现在 她也是一个固定稳定的初恋男朋友 直至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 但是在电视台大染缸 做了这么久的事情 其实也有狂风浪蝶 是对谭玉英进行追求的 究竟谭玉英怎么拒绝呢 都会一次过去跟大家看看 如果我没有计错的话 其实在我这一代的90后 即是你当是95、97出生的这一代人 应该就是最后一代 对于谭玉英有印象而被选定的小朋友 放到最后都会跟大家说一下 为什么新一代的人不懂谭玉英 除了叫做她离开了儿童节目之外 也还有很多因素 在节目开始之前 大家记得留言、订阅、赞好 将我的影片分享出去 或者扫描隔离的二维码 每个月用10元支持一下我井仔 记得按旁边的小铃铛 今集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之前谭玉英被人发现 她59岁都申请陆游卡 接着把卡被人收拾到 人们就去算时间 因为你作为一个明星艺人 所有资料都没有私隐 被人放上网 大家就发现 明明60岁才可以申请 你59岁偷鸡 你是不是似着自己出名任以网为 谭玉英赚这么多钱 也要省一点点 真的不行 有很多说话在攻击谭玉英 但谭玉英没有违法 也没有做错 因为大家未必太了解 政府处理时间 年龄方面的准则 其实只有我们这些普通人 才会记挂着 我多少月多少日生日 过了多少月多少日 我终于60岁 但是对于政府这些大机构 一些国际大企业来说 他们的系统 就不会帮你逐个逐个去计算 不行 你还差一日生日 你才60岁 今天不可以申请 通常这些比较大的机构组织 他们去计算年龄 去计算生日 就是说 只要在今年 哪怕是最后一天 只要你能够达到60岁 你便有资格进行相关申请 什么意思呢 例如说 今天是1月2日 今年的1月2日 我59岁 接着我12月20日生日 即到年尾的时候 我便会60岁 大家听下去便会说 不是 差了一年时间 但是政府的规则就是说 只要你今年能够达到60岁 哪怕你现在这一刻是59岁 你也是合乎资格去申请陆游卡 为什么我会这么特地去提这件事呢 我不是想帮谭玉英洗白 因为接下来这件事 是与各位有关的 如果你已经是65岁 或者就来65岁 而你又不是很富有的话 那就麻烦竖起耳朵听清楚 因为政府的医疗券 那个登记申请 其实都是同一个做法 医疗券是说 政府每年就会有2,000元的额 给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去用 当然了 你今年用不着 那就恭喜你 即是没有病没有痛 那这2,000元是不会浪费的 是会呢 你今年不用的额 就会撥在下年 那你下年就等于有4,000元用 医疗券是说 65岁的时候就可以领取 就算你说我未到生日 我还是64岁 你都可以去拿医疗券 只要你今年 哪怕你是12月31日生日也好 如果反过来想 你就会觉得 我年初生日的人 不是很不着手 有时候就真的这样 这些就没办法了 至于医疗券 很多地方都收的 例如一些 可能楼下的医生诊所 他问得你有没有医疗券 即是代表他收 其实 所有会收医疗券的地方 你都可以叫他帮你去搞医疗券 当然 大前提是你年龄要符合资格 还有 这是别人的义务 只要你年龄足够 你又没搞过 你把身份证给他 帮我拿医疗券 帮我搞医疗券 别人就会懂得帮你做 即是每年二千元政府补贴 有时候伤风感冒 你都可以用政府的钱来补贴自己 在楼下看医生 拿三天的伤风咳药 都说要三四个水 这些钱政府给 比自己严兜兜 拿些现金出来给 而且也比 等六七个小时等急症 这个题外话说完 回到谭玉英的专访 有娱乐节目邀请了谭玉英 去担任嘉宾 早前因为不见身份证 这件事 导致在网上爆红的谭玉英 她自己也详细说了 这件事的来龙去蜜 她觉得众多的香港观众 和朋友对她的关注帮忙 令她很窩心 大赞香港人很可爱 而且她也说 撿到她把陆游卡的那名网民 其实大家去约交修的时候 正常来说 我不见了些东西 你帮我找回 是应该说 你去哪里我就来 但现在是反过来 别人就说 谭玉英 你哪个位置方便 我来找你 看得出大家对于谭玉英 是相当之尊重和尊敬 甚至是觉得自己有幸 可以帮到谭玉英 都觉得很开心 谭玉英 将会在今年的十一月 迎来六十岁的生日 她坦然 现在的目标 是希望自己老当益壮 以及最重要的是 不要病 开开心心 做人就比较简单 她也说 其实自己日常生活就比较省 但是 用在食物方面 她就没有那么省 接着说到一些钱银话题的时候 主持人好奇就问 谭玉英小姐 究竟你是不是透过 儿童节目主持人的身份 赚到第一桶金呢? 不过谭玉英就反问 你说 我想很少人是因为做电视而有钱 谭玉英更加搞笑 就表示 担任了儿童节目主持人三十二年以内 居然要等到脱离这个身份 才迎来赚钱的黄金期 她的解释就是 因为以前的表演是固定的 来来去去都是那些 但是 去到之后她离开了 然后她就可以去做不同的表演的时候 就会有不同的收入 其实谭玉英都没有详细 怎样去说这个部分 其实究竟有钱和没有钱与否 这一样东西就每个人一样了 对于有些比较精英的人来说 可能你跟她说 你月薪十万她哭给你看 不是说开心到哭 是说她明明应该赚三十万一个月的 突然之间赚十万一个月就很不开心了 在她眼中就不会觉得这些叫做有钱 但是对于某些基层来说 你跟她说 你月薪三万元的 她可能会觉得 哇 发财了 我原本也是找万多元 突然之间可以找三万元 所以在谭玉英眼中 何为第一桶金 何为有钱呢 可能在我们眼中 第一桶金可能是说一百万 但在她们眼中 可能是说一千万 二三千万 才叫做第一桶金 都未定的 我都上网做一些资料搜集 其实一直以来都有传就是说 因为谭玉英她做儿童节目的时候 工作很稳定 即是你来来去去都是这么多的节目 所以就说 计算到谭玉英每个月 最开初就五万元一个月 接着呢 这段时间又说 吹到以前是九万元一个月 不过呢 我觉得这条数 即是你说九万元一个月是差不多 甚至乎可能是报了细数都未定 大家听完就可能会觉得 哇 怎么搞的 发财了 九万元一个月 不过我自己就不是这么看 虽然月薪九万元 对于我们这些普通人来说 就难以触及的 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 例如说 纪律部队 例如说 一些做了可能十几年的督策 都不止九万元一个月 例如说 一些什么消防队长 坐office那些 都不止这个数 而且 不说纪律部队 一个优秀的保险经纪 都不止九万元一个月 很多时候我们人 是会因为自己当时的困局 或者我们的处境 所以令到我们去看别人的时候 就会觉得 九万元这个数 那么多 那肯定是假的 所以呢 也有些观众都在质疑 就说 猫猫仔怎么会 40万元一个月 怎么会80万元一个月 这样 我有时候留言 我都不回覆这么多 我只是这样说 是有些事情 是会影响了人的目光 和眼光 虽然我自己也是处于这个阶段 但是相对地来说 我要分析的东西比较多 所以可以令到我 就算现在是一个基层也好 但是有时候 可以跳上去 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东西 谭玉英一个月 赚九万元 我觉得真的完全不奇怪 因为当一个 知名到这个地步 全香港绝大多数的成年人 都认识他的状况之下 反而反过来说 这样也没有八万元 九万元一个月 我就真的觉得 说不过去 而且 你用艺人赚到的钱 去和打工去比的话 其实也不太适合去比 就像黎耀祥那样 他自从上位之后 一年就赚二千多万 周远法拍一部电影 拍一部电影有时候 不用一年 他都能够赚三千万 接着 郑家荣拍大陆剧一集都八十万 接着 去到谭玉英 这些能够叫周星驰 做星仔的人 一个月赚九万元 完全不算是什么钱 还有有时候 香港每一个行业 就算你说这个行业 是多不起眼 也好 这个行业的行头 是多小 也好 你只要能够 随便一件事 做到全香港第一的话 你未必会大富大贵 但是肯定 你都不需要再受衣食 是不是 有时候我见到 有些人比较妒忌 就说 这么容易就赚这么多钱 很简单 不如等我都去做吧 又会觉得 我自己做一年主持人 已经赚到一百万 已经可以休息十年 有时候隔着镜头 去看人做 就以为很简单 但是人家作为一个 资深的节目主持 如何去讲台词 和人家如何去对稿 如何去控场 如何去安排整个流程 作为前辈 如何带着其他人 其实这些 有很多根本大家不懂 看不明白的东西 就是说他的价值 和人工所在 还有 有些人真的很天真 他会觉得 你放学ICU 什么字 新人类 那些 那些节目三十分钟 还要有十分钟广告 即是说 你连接车情 那些 你每天最多 一小时工作 这样 这个世界 总会有很多人 是因为自己的无知 和天真 用自己那种 很狹藝的思维 去衡量他人的工作 其实这一件事 不单止是说去评论 谭玉英 其实在社会上 很多 即是能够找到 比较多钱的工种 都是会有人 这样去想的 例如有些人 会觉得 白色衫的督策 就说 他们又不用闲逼 是不是 天天躲在办公室 那里 十几万一个月 这些等我做都行 是不是 又或者 即是好像消防员 那样 即是能够坐到房 那些消防员 又是这样 十几万 又说他又不用操 又不用出去救火 那样 找得更多 出去拼命那些 等我做那些 等我不用去拼命救火 甚至乎 护士行业 有些人都会说 那些护士很废 圍在一起聊天 等我做都行 等我拿六七万一个月 其实这些无知的言论 年中我都听不少 好了 那说完钱这个部分之后 那说一下感情 那轮到谭玉英的感情状况 那谭玉英就自评自己 就不是一个太过称职的女朋友 因为自己呢 一直都是心直口快的性格 那平日呢 都会直接去说对方的不是 那他也缺乏了小鸟依人 和嬌柔的一面 那被问到在电视台的日子 会不会有遇到新的誘惑呢 那谭玉英就说了 怎样可以强而有力去拒绝异性的追求呢 那他就爆出金句就说了 你欣赏我 我十分之欣赏你欣赏我 所以我是不会拖你的 那就是说 很直接去拒绝人 那其实呢 感情状况这些东西 真的除了你说初戀 是真的那些适于微时的初戀 在大家都没有任何明确职业道向 甚至乎经济能力的时候 大家就已经在一起的话 那这些就可以无事那些所谓的门当户对 那继续一起生活 那还有呢 谭玉英她一向是有个初戀男朋友 很多很多很多年了 那直至到现在 那还有她的初戀男朋友呢 是做医疗化验师的 都是一个收入相当之不错的专业人士 谭玉英和她的初戀男朋友都这么多年了 就是大家收入都不错的状况之下 还有那么多年的话呢 你外人想着去 eh 就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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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弱啊 其实就谭何容易呢 是不是 以及对于谭玉英来说 那些什么七年之痒 什么十四年之痒 一早过了 和谭玉英都不再是二十三十岁那种心态 当你这段感情过得越久 而你也是由一个懵懂的青春年期 去到四十岁 已经是一个中年人的年期的时候 对于那些所谓坊间的诱惑 其实都不为所动 真是纯粹就是在想 怎样去拒绝那些狂风浪蝶之余 就是说 令到自己又舒服 人家又舒服 没有手未跟 就不会说无端端会影响自己 即是在电视台里面的事业 和现在这个社会有个现象就是 当一个女性 她越是事业发展得越好的话 是真的不会放那么多时间 在谭情说外那里 这个真是很普遍的社会现象 简单点说 如果你文贫史越高分 接着你读那个科目 越是专业 越是赚得多钱的话 通常这一批的女性 她们的结婚日子 是越来越迟的 我用我身边的例子去说 即是在我未拍片的时候 我二十五二十四岁的时候 我有些中学同学是说 文贫史三分四分那些 人家连个女儿都生了 接着现在陆陆陆陆陆陆 都有些朋友结婚生孩子 通常就是说 成绩越好的那些就越迟生 甚至我有些朋友是说 他们DSE很厉害的 三十几分的 接着读了专业科目 现在正在做专业人士那些 去到现在 当然他们会有自己的男朋友 而他们的男朋友不是我 我都希望可以是我 只不过有拍拖 但是就未结婚 未结婚更加莫说 就是有小朋友 其实这一件事很容易理解 因为你行头越是专业的话 你越是有个发展潜力在的话 你当然是拼命去上班 因为这样才对得住 由你小学开始 你不断拼命去温习 不断去进修自己 令到在文贫市 几万人竞争当中 能够脱荣而出的优秀人士 即是好像我这样 你说两年前的 要结婚有什么所谓 如果我有钱的话 但是现在你问我 我连一天的假期 我都不愿意拿出来 我新冠病到一只狗 我都坚持要拍完那两集 你就知道就是说 当一个人找到他 专注希望发展的事业的时候 老实说 我们男人这样说就是说 女人是会妨碍到我们事业的进展 其实反过来 对于有专业的女性来说 拍拖戀爱都可能会影响到她的事业 还有怀孕这一件事 对女性是不公平的 我们男性是 女性怀孕的时候 我们可以照上班的 我仍然可以一日一片 对于女性来说 有几多人是可以真的一路带着肚子 一路去上班 而两方面又不会互相受到影响 这个只有极端少数的例子 才能够做到 但是绝大多数就是说 一旦你怀孕的话 你事业方面就要停一停 大家要知道 在现在这个商业社会 很难是说单纯有得停一停 因为逆水行舟 不尽则退 如果你可能要选择放大价 放长价的话 等于在你事业上 你担不住 甚至乎你还要用多 比别人更多的时间 去追上进度 甚至乎就是说 可能你需要辞职 再去找一份新的工作 然后再去用一个新人的身份 再去进入某一个行业 继续去工作 其实对于一个 真是有心有生涯规划 去希望自己发光发热的人来说 这个甚至乎 可以说是一个灾难式的职业上的摧毁 当然 如果你本身那份工作 是说 这间不打 就打第二间 找工很方便 甚至乎好像说 麦当劳那样 喂西环那间 有嵩有 我不做西环那间 我转去做中环那间 的话 其实影响都不大 但是 很多的专业工作 有时候就是 他们赚钱多 行头也都责的话 那就不容许 你可以左右横跳 又或者休息一年半再出来去工作 有时候 年龄这一件事 男性是有优势的 例如说 40岁去找个25岁结婚 其实就 不会有闲言闲语 亦都在社会上 不会有太多的违和感 但如果你说 自己40岁才找一个25岁的男性的话 转过头 可能已经被人摆上网 又说 今天的网上业化 所以 谭玉英来说 我觉得她那段感情 是相当之牢固 而且都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因为 这么久以来都没有什么匪文传过出来 然后再说一下 谭玉英童年回忆那部分 自从谭玉英离开了儿童节目一段时间 她就说 新一代的小朋友 已经不认识自己 认识自己的 反而就是那些 全部为人父母的人 甚至乎谭玉英就说过 试过在街上 有妈妈见到自己 然后很紧张地 拉着儿子来找自己拍照 然后她的儿子就问 妈妈 为什么你要和她拍照呢 谭玉英就说 这个情况是很正常的 即是说 妈妈就真的视谭玉英为偶像 但小朋友 完全不知道谭玉英是什么地位 令到谭玉英也有所感慨 虽然曾经还是有其他人 继续邀请谭玉英去做儿童节目 但是谭玉英就说 不想再走回同一条路 她就说 自己一直对饮饮食食有兴趣 所以如果你是拍饮食节目的话 就可以去找自己 我总结了几个因素 就是说 为什么谭玉英 会去到我现在 95、97这一脱 之后的人 就对她没有印象 一来就是谭玉英的年龄问题 因为毕竟 你去到某个时候 你是真的要离开的 要去放手给下一代 还有第二就是说 刚巧我们95、97这一脱 我们童年 其实没有太多娱乐物品 就是 你最多就是有Gameboy 那时候都没有那么先进 有什么 PS2 PSP 没有这些 真的最先进得Gameboy 还有那时候 电脑这一样东西 还没流行 就算有也好 你没有什么游戏 那时候 你只得什么接笼 给你去玩 对不对 看电视有趣很多 对不对 还有 在以前 我在小学那时候 社会上学生的竞争 没有那么严重 现在是说 小学一年班功课 有十几样 当然 我也有经历过这个时候 但是那时候 已经准备就来中学毕业了 是成分事那段时间 特殊时候 才会有那么多功课 所以 以前竞争没有那么大 功课没有那么多 就可以准时放学回家 但是 现在的年轻人 人手一部手机 大把娱乐 对不对 那些游戏 多到他们玩不完 那些影片 多到他们看不完 对不对 还有 现在的中学 那些人经常都说 要赢在起跑线 甚至乎 赢在制造杯胎的时候 就已经要赢了 所以现在的小朋友 功课又多 放学又要上補习班 你哪里可以说 四点半准时回家 看谭玉英 没有可能的 对不对 有时候 归咎于 时代的进步 和大家生活节奏的改变 所以现在是说 整个行业变得色微 某程度上 大家都可以说 谭玉英 是好运的人 一来 她是可以在这个行业 在这个节目那里 压立了32年 因为压立32年 这一件事 就不说得笑 例如 你做老师 你做到32年的老师 人家每个人看到你 都会专称你一声主任 就算你不是主任 甚至乎 那些新来到的校长 看到你做了三十多年的老师 都一定会给你几分 博面 对不对 又或者你是医生 护士 大家都会 做了三十多年 大家都会 暗自敬佩你 佩服你 除了谭玉英 能够有很多运气 她能够压立了32年之外 谭玉英 是吃到 儿童节目最风光 最辉煌那一刻 接着去到 开始改变 开始逝眉的前一刻 她就立刻退了下来 即是说 资源她就代替 而她也不需要去经历 因为时代变迁 而导致到结构性 失业 行业逝眉 这样 其实每一个 时代都会有 这些成功人士 也都会有 失败人士 即是何谓成功人士 例如说 我在澳门做可观 然后2018年 就退休了 这些就是相对 比较幸福的可观 为什么 因为在那时 澳门仍然都是靠 赌业维生 而且你又不需要 经历新冠 又不需要 经历一些变动 因为周卓华被拘捕了 其实也有很多赌厅 需要倒闭 又或者是经济不好 所以搞到有很多赌厅 规模也要收窄 如果你在这段风雨来临之前 你就已经够税数了 你就本身要退休的话 这些就是好运 其实有时候 你能够走到这个运 其实跟你本身上班 努不努力 跟你本身是否精英 其实就没什么关系 这些是说 风的势 究竟在不在自己身上 当然 有成功者例子 也绝对会有失败者例子 这个再数回更前的行业 例如 在未有电子印刷报纸之前 就需要找师傅去收拾字粒 收拾字粒的师傅就很厉害了 几万个中文字 然后你还要帮报纸去收拾字粒 那些报纸可能有十万字一篇 然后一班师傅就 在这里收拾字粒 因为他们不快手去收拾 我们没有报纸看 如果你当时是一个扎字粒 很纯熟的技工 你都能够赚不少钱 但是当时又有谁想到 原来隔几年的电脑超强的 能够那么快取代到自己呢 对不对 如果是在那时候 有兴趣入行去做扎字粒的人 这些没有人要的 这些就等于学完东西 叫做熬了很辛苦 但是找不到吃的 这些就是时代的失败者 这些和你是不是真的扎字粒很努力 你工作态度没关系 这些是说结构性失业 不是你被人炒了 是你的行业被人炒了 如果再数回之前的时候 其实跟人力车司机一样 以前没有那些汽车 没有的士 那些的时候 那你就可以继续拉人力车 找食 但是 谁猜到原来科技能够进步得那么快呢 那已经 不会再有人力车这一样的 那结果就搞到这样 结果就导致到 我原本拉人力车 我好厉害的 我懂得怎么好省力 我知道怎么去行 那辆车 怎么可以令到客户坐得舒服 但是不好意思 就算你掌握了那么多一些 很特别的行业技巧也好 但是你要失业 你就是要失业咯 有时候在我眼中 我会觉得谭玉英都真是好处的 因为是真是 在整个行业最风光的时候 离开了 就不需要再去担心什么失业 色微 没人看 但是 即是谭玉英那时候 我那一集我有看 即是上网重新看回 就是谭玉英去跟各位说再见 因为他真的离开的时候 那时候是什么 跟盖世宝 接着另外还有一个男的男主持 这样说一些说话 接着 那一集很诡异的 如果你有机会找回去看 你就会听到 那一集 根本不是给小朋友看的 字女行间 谭玉英又好像插了盖世宝 几刀 盖世宝又好像插了盖玉英几刀 接着大家去看盖世宝 其实谭玉英走了之后 整个行专刀就失眉了 不是关于盖玉英事的 之后盖世宝都已经没得了 即是在儿童节目那一方面 已经转了去其他地方 不同的剧组那里去做 所以有时候 时也命也 但无论如何 但无论如何 谭玉英也绝对是我童年 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即是她的样子 她的笑声 和谭玉英都算是美魔女 即是叫做